我們一般的菩提心有兩種 一種是世俗菩提心 就是說他當初發菩提心的時候 依四顏而還 依四項而一眼 你看阿蘭尊者在那個演繹會上 他也說他發菩提心了 但是他菩提心沒發多久就被 摩登前裡的這個魔咒啊破壞 那麼他這個破壞以後文殊菩薩把他抓回來啊 跪在佛前哭得很厲害 佛陀都沒有先責備他 先反省 責備沒有用先反省 為什麼你今天花的菩提心 你會退轉呢 先反省出來把問題找出來 後來是怎麼樣呢 原來一直找過去啊 他開始回光返照 把他最初的根源啊 找到了 原來他當初為什麼花菩提心 他說我看到佛陀三十二項八十種 所以我願意修學佛道願意出教 佛陀說這是生滅醒 你為什麼出教呢 你看到我像好 那我要是我身上長一個窗你就不休學了 因為你的菩提心 是依止向好 而這個向好是怎麼樣 是變化 你的菩提心 安立在一個變化的因緣上 非常危險 所以我們有時候反省一下你的菩提心是暗住在一個什麼樣的 立足點 你說我菩提心花得很大修很多善法 我要提醒諸位一個問題 你的房子是蓋得很大很莊園 我要問你看看你的地基 勞不勞固 你是不是蓋在地震帶 這個很重要 那麼第二個菩提心就很堅固了 它依理性的花 它為什麼花菩提心呢 它就是 生滅啊 這是我是未成之佛 諸佛是以成之佛 我發菩提心 我發菩提心 只有一個理由 因為我的心 跟諸佛的心是平等 他的菩提心是跟 外在完全沒有關係 你怎麼樣他怎麼樣跟我都沒有關係 他的菩提心從內心發出來 這個菩提心呢 就非常堅固了 謝謝